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還是今天的這個盤後解盤的節目 今天台北股市呢 在美國股市昨天大漲的一個情況下 你們看到這大漲的一個情況下 今天台北股市開盤的時候 往上衝 衝到17085 來到這個漲了159點 但是殺下來殺到翻黑了 說到翻黑 翻黑以後 最後收盤收到這個漲的14點 那這個盤呢 為什麼會這樣 我現在來找一個證據給你看 今天大家都這樣說 今天報紙寫的那一個 那個2603 2603 你看 我先給你看 我們不要空嘴 別嘴巴講 我在這裡講 這3月15號 你們liet上面我都有寫 盤後我下的liet 我說外資這樣賣 昨天照一下這個就好 照一下532 這個再賣 再賣537億 對不對 昨天 昨天的部分是不是再賣537億 530億 陽明收底 長榮 賣6.5元 四火 高值綠綠股 春天已是 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了 你去看一下期貨 你去看一下期貨 期貨有人買在169塊 就是被他的掛單所影響 然後還有什麼開關 我說這沒開 跌停就不錯了 還要開關 開起來 然後這樣下來 那今天有人問我說 那這個股票呢 這個股票其實很簡單 我拿一個例子給你看 這叫經驗 不是 灰車過分鼻子跟你說 我在這裡就說 我說春天已是 你看看 我說是我高值綠綠春天已是 你已是那不是好事嗎 春天已經過了 夏天要換族群 換族流告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意思 昨天下午我寫給大家 你去看我liet 昨天是不是寫這個 是不是這樣 對吧 所以重點就是在這裡 那為什麼呢 我來講給你聽 我說倒立給你聽 來 我給你看實際的例子 你問我說 長榮的高點會不會再過 我就有一個前提 他如果不使劍招 再那個減之丸再去私募 他會再過高點 因為對他來講 這間公司股本降低了 他獲利當然是拉升了 但是他會先落 誰要先落 來東河鋼鐵你看 他是不是也是減之 沒有啊 東鋼很強 東鋼很強是減之丸才強 減之前破底 有吧 他畫要減之的時候 就要抬下去 畫要減之 我先給你聽 2603 掌收158塊 你買158塊 我拿10塊 你換你賣嗎 我當然也賣賣 我買158塊 我10張現在存4張 當然你會講說 那個價格會拉高 拉高更有壓力拉高 人家現在是分拆 讓你拉高的 他說要減之 所以會先落 上一次有一檔股票 3545也是這樣啊 他配息在減之板 你啪一下就載下去 今天還能開高 你差了你這些 買這些人是白癡嗎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是不是這樣 但是他未來會不會長 會 因為我已經給你例子看了 所以我今天是給你 給你來頭上伯伯 還給你說他說 他未來 不是2006 你看 他不算落 算落啊 因為要減之就算落 到達北 他又到達北 減之要去 因為我總獲利不變 我的股票很小 我的獲利就更多了 其實我說比較白癡 他就是為了他的經營錢 不要把我臭屁在那裡說 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我已經教過你 怎麼看法說會 當事長出來 就退無可退 總經理出來 總經理可以換掉 你知道把我打斷了嘛 當事長出來 退無可退 總經理出來 總經理是專業經理人 我可以把總經理換掉 都是你來做得不好就換人啦 這樣啦 當事長說換個總經理就好了嘛 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對吧 那關鍵是在哪裡 關鍵就在這裡 我再講一下就好了 不要再去給人家落井下石啦 人家在台華也賣一半而已啊 對不對 這會下落 下到當時 下到這裡 下到這裡 鍵盤 這裡 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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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資料 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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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不願意 我買一百五十八塊 是拿十塊 換 我自己問這樣就好了 我買一百五十八塊 你為什麼拿十塊 就給我剪掉 你的股票會除以零點四啊 股價會創高 股價創高 三百九十幾塊 三百八十幾塊 那創高了一定知道 是不是這樣 不一樣 了解 那但是總體來講 如果以他講的是OK的 但是 他不能使劍招 學國劇那一套 剪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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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資股價漲漲漲漲 最後 憲增 你差的 你在剪資 憲增是玩哪一套 玩股權遊戲 玩哪一套 我先說先贏 以後你看看 還數目嗎 對 所以這一個剪資的過程裡面 對大股東相優利 為什麼 因為股本結構變小了 那當時可以比較少 這是第一點 第二 我發現外資控制不了的時候 我就找一個 欸 何金城 我就找一個阿貓阿貝來 那個 那個 這個攝影師來 我給你私募 我私募兩百億 兩百億的時候 兩百億 股價又怕七截 三年放了也不可以 這樣我就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了 我 我年了 你都要給我算了 對不對 我以後要慢慢算 才慢慢算嘛 反正私募三年 賣得不夠平嘛 打七截我就先賺三成了 對不對 我都把那個話都講給你聽了 但是總體 他如果後面不做這個私募 後面不做這個私募 你聽清楚喔 後面不做那個 那個國際那個建招 那個 減資減資減資 減資的股價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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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說 我要再增資 你差了一定 那時候減資 現在要增資是真個屁啊 是不是這樣 你了解吧 OK 好吧 那就不用講了 那這個 你要 你有這些股票就忍一忍 但是他會到哪裡 會跌 你現在很簡單 你這樣 五十二萬兆啦 扣除 總之五十萬兆啦 那六成是當充 那 那代表什麼 代表四成二十萬兆套 二十萬兆是誰要給你一個套 要磨多久 你自己看吧 磨多久 二十萬兆要磨多久 磨多久 那是這樣 那都套勞啊 如果農基又大增又更慘 OK 好不好 這知道一下 有時候短期他大概帥肥啊 欸 帥肥 帥肥 欸 帥肥啊 就這樣子嘛 就帥肥啊 帥肥啊 那比較強會是二六零三 你看 二六零九啦 二六零三 反而點對他的地位比較好 人家配得多 配十五% OK 好不好 那是這樣 那就看法來買賣超啦 二十萬兆 那這個盤就會洗得比較短的時間 OK 那資金會哪裡 從這裡資金的叛逃去哪裡 哎呦 那欠電啊 還在心 六四七七 安吉 安吉 最沒勞勞的地位 在這裡嘛 這綠電嘛 那不然怎樣 你核能又不要 那還不用綠電不然什麼 風電又蓋不起來 供電又 什麼環瓶又拖拖拉拉 又有的環瓶沒過 對不對 那環瓶沒過就只有綠電啊 綠電 你看安吉 安吉我們不要看 我們這樣看就好 這投信有買嘛 對不對 投信有買第一 營收不錯嘛 你看 連增三百多%嘛 還不只他這樣耶 我給你一檔股票看 那你又更好笑 三六八六 這個達能也創高耶 我給你看一下營收 你不要吐血 月減四十%啊 管你的 我就是太陽能了 我 你那些人 眼睛都要無曬股 我擦擦你啊 你就這樣 還不是照掌 那叫體財股 體財股不看基本面啊 對吧 今天還有講 還有1513 1513這個中心電功又漲上去 利潤雄 如果依照我們採購法 中心電功 基亞蘇配電 是不是可以 標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上去有弊案啊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雲爆能源車啊 依照採購法是不是有弊案 是不是 那個是不是 是不是會有一些 那個相關條件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另外一檔股票 1609 大亞大亞 你看 上去了吧 所以 我不是在講 我說資金會自己找出口 你看 香港股市今天騰訊漲了二十幾% 所以不要自己 這樣 像說電子都要了 不要這樣想 前幾天不是很臭皮嗎 今天怎麼跌成這樣 都是你給他代曬 不然台股那個時候怎麼 怎麼會跌到一百一十幾點 對不對 一百一十幾點不是給你看一下嘛 5555 555 2603 不是讓你給人家跌停的時候才跌下來的嘛 對不對 在這裡啊 對不對 好吧 那沒關係 那有的時候是獲利回徒 我 我有講過嘛 所有要買的人都上車了 鬼給你買 那如果真的那麼好 你今天為什麼要掛假單 掛八九萬張的假單在哪裡 掛漲停板 讓你騙 漲停 我一定要賣漲停 結果 買了之後都要隨口出來 好吧 那這個過了就過了 這一天行情而已啦 算了 明天還不再下這樣 不用擔心啦 我只能跟你講 明天還不再下到這裡 不用擔心 這是喔 這是自己跌 探北來的 當初自己跌的 但是沒有關係啦 別理他 這樣了解吧 OK 所以基本上來講 未來的操作的部分呢 你可以跟阿強的互動群組以下 那來到這裡 有個股票 我們就要佈局了 我們不幫他當衝 今天去當衝 其實是來當衝 前幾天當衝不錯 今天去當衝 表現平平平平 還有一個賠手續位 你看 全世界有人這樣跟你講的嗎 我今天那個 那個 3016 306 115 115 收盤115 我們賠手續位 是這樣吧 對吧 但是前面不一樣喔 前面榮韻 2607 這個有的時候是這樣 2607 你看這個榮韻的最高點在哪裡 榮韻的最高點在4395 就是阿強告訴你的4395 然後再來 慧揚的將軍最高點 你看一下這個慧揚 2637 2637最高點在哪裡 103 我叫103.5 差五天 然後中沙124.5 123.5 11560 123.5 123.5 對不對 再來 3月15號 東檢 1708 521 519 對不對 這個基本的架構來講是這樣 加金 這是108 這117 然後3016 今天又上去了 今天到哪裡 但這條線你有看嗎 這條線 叫季線 季線119 對吧 我們看一下3707 也是到這裡阿 3707到季線 也拉回 稍微 這不淨雄啦 這也就是淨雄 但是有什麼族群我們可以注意 電動車 可以注意一下 那這個股票是這樣 今天大概握手言和 你不可以有的 有的 有的行情的部分 那你當沖的部分 我每天還是提供兩黨 那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但是你看昨天 我就告訴你 春天已經跑掉了 沒那麼好吃睡了 沒那麼好吃睡了 對吧 好吧 那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要告訴你 開始要佈局那個 那個一個小波段的股票 你看騰訊今天漲20幾% 小波段的股票 要開始來佈局了 那個 高股息直立率OK了 那當沖的 我們還是每天提供兩黨 對不對 那再來的部分呢 我就要講一個族群給你聽了 OK 那我們等一下來談一下族群的部分 那現在比較熱的是什麼 蘇配電一個 還有太陽能 那這個會題材 這個題材還會再延續上去 重要的是籌碼 你看6477 籌碼 對吧 然後2406 這個都創高了 有沒有看到 36 我剛剛已經講3686 對不對 你看都創高了 那再來我們等一下來談一談 電動車 電動車我只給你兩黨股票 好不好 電動車你給我兩黨 對我給你兩黨 然後還有矽精眼 矽精眼6488 今天又不怎麼樣 但是漲了半根 600多塊的漲了半根 我們等一下來聊一聊 到底我們這個族群要怎麼去做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類伏台灣放眼世界 我們類伏台灣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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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了很多当充的当天累积的一个利润 再来来到这里 这盘开始问 那明天 因为今天为什么 今天因为今天要升息 今天要升息 有的人怕说生一马 生两马 还是生一马以后后面会说生两马 你管哪一马两马 总是不会生三马 那就好了 以前一阵子喊说两马 那有一个说喊一马 那管这个一马两马就这样而已嘛 你管这个轮来轮去就是要升息嘛 那升息资金收回去我们台 台湾已经是 我跟你说 2020年已经卖了5300 5393亿了 那2021年呢 卖了4500多亿吧 4500多亿 对不对 4500多亿 四五四一亿 然后2022年到昨天卖5075亿 卖1.5兆了 台北股市呢 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无下阿蒙了 我们用一个以前的观念给你听 那我等一下讲股票你再认真听 那你对你的股票要有信心 以前我们叫外资卖1亿跌一点 对不对 那卖1.5兆要跌几点 1.5兆啊 那卖1亿跌一点 要跌1万5千点 减1亿嘛 1.5兆去掉1亿 那就是1万5啊 对不对 1.5兆就是1万5乘以义嘛 对不对 那1.5兆 那就要跌1万5千点 台股跌1万5千点 现在要跌破2485 所以台股现在的状况和以前不一样 已经是跌大人了 跌大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自己有自己的主件 组件 对吧 你在想啊 3年卖1.5兆啊 如果以前讲卖1亿跌一点 那就跌多少点 跌1万5千点啊 现在股市才有1万7千点 1万6千9百多点 是不是 所以 所以状况已经有点改变 那有点改变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所以潮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 那电动车的族群 我就 我不要给你讲太多股票 电动车我就给你两党股票 一党叫3665的茂连 看这 大盘茂连 对吧 你看到了嘛 那他 他毕竟这里外资 这里也买在这里嘛 那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认为是这样嘛 我认为他 强势股 回来这个地方是什么 季限 他季限都没没脱 我们大盘 大盘早就跌破连线了 然后他没有啊 就第一个 第二个看业绩 业绩的部分 哎呦 你也有天龙 他因为 因为他并那个 那个欧盟的一家公司叫 李欧尼 李欧尼 就李欧尼 李欧尼 李欧尼 对 李欧尼 那你看 他的业绩 杀为百万千万 一十亿 三十二亿 锡为四十亿 对吧 OK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车用的PCB 这是高价的 拉回可以买 不用追 你看他接收在最高 309.5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呢 叫做6251 6251 哎呦没涨啊 啊业绩呢 业绩其实还不错嘛 一块七 大家讲PCB 车用PCB 大家都会看到2355 0.85 你看第四轨要了解 这0.85 这这些是多少 这些是6251 6251嘛 6251 这些是高仙的 他的两杯 他的高价现在几户 我们看高价就好了 22.6 那2355呢 32点多 差多少 差10户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往下刷 筹码 那6251呢 我跟你讲 123456 外资卖六天了 他以为要把这个低点跌破 不是 6天前的低点是218嘛 外资大卖六天 然后我们看大盘是怎样 大盘是这样 拉拉拉往下撤 把它跌破下去了 然后他呢 大卖六天 大卖六天 你慢慢再来磨就好 叫做千户 千户精密 千户精密 叫6829 在这里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半导体 OLED半导体 加上航钛 加上低轨卫星 加上火箭 对 这个族群在这里嘛 这个你会注意 昨天外资稍微买一下 那投信没买 只要五天以后 再看投信 你们要买 这个讲的 记起来记起来啦 记起来 没去没去没去 没去 没去 好 那再来讲到 今天要讲环秋经 六四八八 那我们那个叫什么 我们叫秀兰 秀兰妹妹 秀兰应该比我小一点 秀兰妹妹 秀兰妹妹说 我们的订单 三年都被排满了 所以他今天怎样 不为手动 你盘你去杀你 杀你到的事情 干我屁事 你就我就守在这里 所以当环球经 开始从底部这样起来 三五三二这家 枭雄又在这个地方 你看 他才贪几块 他才贪三块 六而已 三块 六块 两百八十几块 然后六四八八 六百几块 就是他的 就当三倍好了啦 他赚二十 他赚二十七块多 对吧 那来到这里 你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三七零七 第三代半导体来到季线 然后三零一六来到季线 对不对 那一五六零呢 最强的是一五六零 一五六零这守在哪里 今天守在哪里 今天守到 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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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月线 月线 月线 他现在在哪里 现在没用 他现在增量准备要突破 一二六点五 一二六点五指日可待 为什么 来给你看一下 为什么 营收 五点三亿是历史新高 这是历史至高 有没有看到 这五点三二都 都是起来了嘛 对吧 而且他有第三 半导体的 体材 第三大半导体的体材 体材 那个时候在这里 那个时候我在这里 讲的时候在这里 对吧 那第三代半导体就在这里 因为现在矽晶岩的这个部分 如果以六寸的来讲 一个是二十块美金 但是导电N型的是一千五百块美金 然后半决元型是四千块美金 你看差多少 所以这就是重点嘛 因为他有稳成 所以这也可以注意 那我大概今天给你讲的股票有 有一个 再回顾一下 3665一个 对不对 一个是6251 一个 一个是6829 一个 Dent的问题 加阿详的互动的群组 好 互动的群组 现在很重要一个 叫做我们现在开始要 赚短波段的钱 要挂股战斗班 把握住短波段布局的机会 祝大家操作实力 再见 本节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